我们下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测试课程当中的第三章 那么从这一章开始我们来向各位同学去主要介绍一下 常用的各种各样的软件测试的测试方法 那我们之前说过就在这个阶段课程当中说主要的课程内容学习的一个大的部分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关于测试的方法论 什么叫方法论 简单理解就是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或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都可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需要去了解就是相应的软件测试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常用的方法 这里首先先展示第一个点大家需要清楚 我们所在这一章当中所讲的测试方法 仅仅只是未来我们职业当中 普遍常见的一系列常用方法当中的主要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还有一些方法可能在目前来说 我们现在去掌握的话可能在未来实际工作刚开始也碰不到 所以就不会放在我们课程当中的重点去说 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冷门或者比较偏的一些测试方法也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 但是它确实实际存在的 那么只有到你们将来碰到这个实际测试的时候再续续看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里面讲的很多测试方法实际也是属于一些测试方法的一些原生理论 也就指的是未来你们用的一些比较冷门或者比较偏或者其他的一些测试方法 它实际是从我们今天要讲这些测试方法当中衍生出来的 所以呢今天这一章当中要去给各位同学讲这些测试方法 也起到了在整个软件测试这个知识的点的领域当中 也属于一些比较常用或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章当中重点 第一个是按照相应的测试的分类方式 来向各位同学介绍测试方法 第二个呢我们会给各位同学去简单介绍一下 未来我们去进入到测试行业之后 我们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方式 然后同时呢还会去了解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 我们昨天上个时候曾经说过 对吧这一章当中这个阶段课程拥有三个生命周期 软件的生命周期 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和缺陷生命周期 这三周期是必须你能够去会被会了解会运用的 那最后一个我们会看一下软件测试的原则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软件测试方法的分类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把测试方法按照开发阶段来划分的话 就是我们在此之前曾经见到过很多次的这个单元集成确认系统验收 这五个阶段的测试 注意一下这是我们按照开发期的划分 因为我们在讲微模型的时候也说过 对吧 微模型当中的时候实际对应的验收测试对应的是用户需求 对吧 系统测试对应的是项目的需求设计和需求分析 然后我们的集成测试对应的是概要设计 然后我们单元称试对应的是详细设计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微模型 所以相应的按照开发阶段划分的测试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个情况 只不过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有五个测试而非四个 那么这里面我先说一下 这个其中这个确认测试 它实际是以前系统测试当中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我会在这一章当中 我把它提出来单说 包括现在有很多相应的实际项目的测试 也会把它提出来单做 把它变成在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当中 一个乘上旗下的工作 称为叫确诊测试 那都是讲到它之后 我们再具体去说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每个的测试 首先来看第一个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也称为叫做模块测试 那么它所针对的是 我软件在设计过程当中 注意是什么设计 详细设计 是在详细设计过程当中 最小的单元模块 来进行一个正确性检验的测试工作 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在于测什么呢 就是测这个单元模块 有没有按照详细设计说明书的要求 来实现它应该实现的任务细节 或者相应的功能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理解 单元模块是一个程序当中的 最小组成部分 测试应该逐多从局部测试到全局 所以你要从最小的局部模块开始进行测试 所以单元测试也是整个测试活动当中 最小单元的 最小范围的测试 最小范围的测试 那么单元测试的过程当中说 主要测的是单元模块 那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说老师 我测单元模块主要测什么呢 自然而然测的就是代码 测的就是代码 他需要测代码测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主流常见的 主流常见的主要测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单元测试的时候主要同样测两个东西 第一个 第一个在单元测试阶段 主要测的是这些单元文化内部的逻辑结构 主要测内部的逻辑结构 这是他第一个主要测试的 第一个主要测试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的代码内容 单元测试主要测两个东西 主要测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背测单元模块的逻辑结构 另外一个是我背测单元模块内部代码的代码内容 这个代码内容有很多方面 大家先写写完之后我们来说 一个测的是我背测单元模块的逻辑结构 另外一个主要测的就是相应的一个代码内容 然后这个逻辑结构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主要会测试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个是测逻辑 就是测逻辑 逻辑是什么呢 判断 我们承认当中是有很多逻辑结构 if else 对吧 多数分支switch 对吧 包括循环 well do well 包括for 对吧 它这边都会包含逻辑判断你在里面 那么所谓测逻辑结构 就上去测一下 每一个逻辑判断 真假 是不是都覆盖到了 构成逻辑判断走真假分支时候的条件的真假取值 是不是都覆盖到了 包括每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需要通过逻辑测试逻辑覆盖来进行测试 那逻辑又还要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测循环 测循环 还要测什么呢 测试这个被测单元模块 它的一个基本路径 什么叫基本路径就是 这个程序在运行过程当中 可能会走什么样的路 或者可能会走什么样的分支 要把这些全部覆盖到 这属于像测逻辑结构 我们后边会讲白盒测试这种过程当中 会详细介绍具体的测试方法 那么另外一部分测单元模块 就要测它的代码内容 这代码内容指什么呢 一般是就有这么几个层面 第一个看代码的相应的编写规范 书写规范 第二个看一下代码当中 有没有出现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变量的引用问题 比如说符号的引用问题 比如说分支语据的引用问题等等 这是通过一般而言之静态的方式 进行检查的 也有时候有 也会借助一些静态的测试工具 这是单元模块主要进行测试的一个 相应的内容 两个部分 那么单元测试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需要相应的测试工程师 对于我所测试的代码 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了解 我们在上一章讲课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说白核测试里面有一个静态测试方法 叫做代码检查 那么其中用的方式就是把通过了编译器 编译的代码拿过来之后 测试工程师通过阅读的方式来掌握代码当中 检查的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在上次课说这个事的时候也说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对于相应的测试工程师的这种代码的理解能力 或者掌握能力是有相当高要求的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做单元测试的测试工程师 我们都要求他对于代码的掌握要非常精通 非常精通 所以目前在国内的大部分测试团队当中 大部分是开发人员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但请注意一个点 不是说这个东西必须给开发去做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测试工程师做这个事 从正常的工作内容和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事应该是测试工程师自己去做 我们在之前课曾经讲过对吧 不能让开发工程师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这次会有问题的 但是在国内的情况是 有很多相应的测试工程师做不了这个活 所以也就压到人开发人身上 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测试工程师自己去做 或者说这个测试工程师他对于 就这个开发人员也好 就有时候你要开发做问题也不太大 你比如像现在Google内部来说 就不太去把开发和测试分的那么清晰了 他已经模糊界限了 那么他的主要方式是 开发也能做测试的事情 测试也能做开发的事情 如果分的太细到说谁是开发或谁是测试 那这个人就要求 如果你真的让开发人员去测这个单元模块的话 那你应该让开发人员具备一定的测试能力和测试思维 这个里面我个人理解 我个人认为其中比较难的是让开发人员具备测试的思维 你让他具备测试的能力可能不太难 花点时间去学下也可以 但关键是他具备测试思维很难 因为他需要去推翻自己的开发的这个世界上思维 一个是正向的 一个是反向的 他需要让两个思维在当前的个体当中共存 对吧搞不好你会把这个开发给逼疯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希望是测试物质自己去测 但是只是在国内来说 这里有可能在做这种单元测试都是由开发去做的 开发去做 OK 单元测试是我们所有在开发阶段进行测试的一个最小模块的测试 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是 我们今天在上一篇的课首也提到过 这个单元模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特别单元模块要取决于当时的这个项目 比如说他至于是把一个函数变成当成一个模块 还是把一个类当成一个模块 还是把一个比如说四个语句的一个语句块当成一个模块 这要看他自己当时项目的情况和开发人员的一个方式 这个东西不用测试来给你去分 这个在详细设计说明书里面会去写清楚 开发人员会按照详细设计的文档来进行开发 换句话说 在详细设计文档当中 他规定了什么样的东西算是一个单元模块 那你测试的时候 自然而然拿到的就是开发人员按照详细设计文档 所设计好的一个个的单元模块 这么说能理解意思吗 不需要我们测试自己去划分哪个是单元模块 你将来拿到那个测试对象 那个产物就一定是开发人员按照详细设计文档 去已经设计好的单元模块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不是说给你的单元模块之后 我觉得已经没问题了 你还要结合详细设计文档 来去对你的当前的这个单元模块 进行各方面的检查 所以一定注意一点 单元测试所依据的文档 就是我们之前在微模型里体现的 这个文档 W模型里体现的 这个文档详细设计文档 详细设计文档 这个详细设计文档 大家注意一下 它可以进而产生一个东西 叫做单元测试方案 这大家需要记一下 就你单元测试时候的 相应的这个方案的产生来源 是通过详细设计文档产生的 就详细设计文档 可以产生一个东西叫做单元测试方案 也是你未来在做单元测试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详细设计文档产生出单元测试方案 详细设计文档 对应的会产出一个单元测试方案 详细设计文档产生出对应的单元测试方案 当然又不会自动生成 对吧 也需要测试工程度自己去写 只不过如果这个工作交给你去做的话 你就要知道 比如说你的经理 上班这种经理说 比如说马建宇 我写的单元测试方案 这时候你不能马上说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起码你得知道 你让我写单元测试方案可以 你先把详细设计文档产给我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里面我说详细设计文档 是你去产生或生成单元测试方案的一个依据 未来在这里面实际就是 针对详细设计文档里面的每一个详细的设计情况 去分别的针对每一个单元模块 去设计测试的思路就OK了 这就是在这块我们先说的关于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那么当你的单元测试通过了以后 注意要前提条件 一定是单元测试全部通过结束了以后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集成测试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需要 可能不仅仅只是这一个事情 未来都是一样 在开发界的人都是一样 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先说单元和集成 单元测试的准出条件 是集成测试的准入条件 这个话能理解意思吧 你就换句话说 什么时候允许单元测试结束了 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允许集成测试开始了 而且后面都如此 那就不用每一个都说了 对吧 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集成测试允许退出了 什么时候确认测试就可以允许开始了 所以也就是如果非要归纳的话 就是上一个 针对这个测试来说 上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出条件 是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入条件 大家可以介绍你笔记上 我再重复一遍 上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出条件 是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入条件 上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入条件 上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出条件 是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准入条件 这样了 OK 准入准出能理解意思吧 准出就是允许退出 允许退出 准入就是允许开始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工程当中 在软件工程当中 在测试的流程当中 每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停止 另外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说某一个决策者 或某一个团队 自己拍老在说的 他是在此之前 需要在计划阶段都写清楚的 我们之前说过测试的五个 最主要的活动里面 其实有一个叫测试计划 对吧 测试计划里面 其中有一项就是写清楚 每一个阶段的准出和准入 满足什么条件就可以开始 满足什么条件就可以退出 这样准入这样和准出 准入准取进入准出准取退出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单元在这个阶段 在开发阶段里面 对应这个相应的测试 这每一个阶段里面 这些东西的相应的 就是上一个阶段 什么时候允许退出了 也就意味着下个阶段 满足这个条件可以开始了 所以上一个阶段准住条件 是下一个阶段准住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OK 那么单元测试的最基本的一个准出 就一定是所有的单元模块 都已经按照详细设计 和表达的要求通过了测试 或者换句话说 也可以理解为 所有的单元模块 都按照单元测试方案的要求 完成了测试 这个时候单元测试就可以结束了 那具体你的单元测试方案里边 对于你单元模块 有什么样的测试要求 这要看具体的项目情况 具体项目情况 那我们在这里需要 在这个阶段 在当前的课程阶段 需要清楚的是 所有的单元模块 都通过了单元测试的要求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集成测试了 进行集成测试了 OK 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 它也叫组装测试 也叫组装测试 那么听名字 我们实际 包括今天在上午课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一天这个组装 大家会好理解 你把相应的这些单元模块 给它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子功能的时候 就可以做相应的所谓的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了 那么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集成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是你要按照相应的概要设计文章来做 所以 集成测试 其实是一样 接下来看 说集成测试的时候需要测什么 也是一样好测试 那么基本上要测两个东西 第一个它要测接口 它要测接口 因为单元模块和单元模块之间一定是存在接口的 一定存在接口的 那么这个接口当中的时候 怎么理解接口 我给你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们之前讲下来讲过函数 对吧 对吧 函数 我们知道函数有所谓的主角函数和未角函数 对吧 OK 那么两个函数的什么叫两个函数之间的接口呢 主调给被调函数传参 传完参数之后 如果被调函数是有返回值的 那么传参和接返回值的这个东西就要接口 首先第一个主调函数讲对对 函数完成调用的时候 你是要给它去做一个传参呀 一般我们知道函数的参数传递 是行参到实参直到单向传递 对吧 行参到实参 不能实参传过来吧 肯定不能 因为是单向传递 但是被调函数是不是须有返回值 是不是可以用蕊天来返回值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被调函数 把值返回到调用的地方 继续进行操作 在这个里面我把数据传出去 又把数据接回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这个语句块 或者这样的一行语句 称为是这两个函数的接口 那么如果我们恰巧又把这两个函数 看成是两个单元模块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两个单元模块的接口 你把这两个单元模块放在一起 这个测试就叫做集成测试 所以精色是主要测测什么的 测接口 测接口 接口主要测什么呢 一般来说只要关注几个点 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参数类型 参数类型 这可以帮你做检查的 比如他会提示你 你现在非要把一个印的型传给扎保 那它是有问题 它能够造成数据截断 所以有些编译器能够告诉你 但不见得市面上的所有编译器 或开发人员用的那个编译器 都会做这样的提示或警告 所以作为测试工作师 你需要去检查参数类型 是不是符合 是不是一致 会不会造成系统的数据截断 这是要检查第一个的参数类型 第二个要检查又是反规的值的类型 这个就别说是编译器的 很多编译器检查发生的类型 可能都检查出问题来 反规值的类型 接口大家去理解什么叫接口 给他东西 他把东西拿过来 这叫接口 好理解吧 我觉得应该挺好理解 就是比如说我哥 我哥过去之前说 我俩现在要建立一个接口 那就是我俩有相亲 不相亲一个沟通吗 那沟通无外乎就是我跟他说什么 他跟我说什么 对吧 他说我只跟他说他不理我 那我说不掉了 他说二皮脸子 我一天到我说追查一会儿 关键机我这些事 关键机那些都不理我 这不像过程对吧 这叫你上赶追追人家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 就接口是什么 两个相应的单约模块也好 或者你要不理解 他有什么不二不一块 你就理解你现在 三个时候的一个函数 对吧 两个函数之间的时候 需要我给他传议的数据 有人还需要他把数据 经过计算之后 再给我一个返回值 这就叫做借口 所以关注机和关注另外的 多少是返回值的类型 主要都说仅仅是他们 那返回值的类型 要关注一个什么 就是人第一个 你的返回值类型 和你之前标译那类型 是不是一致的 第二个 这个类型拿了证 我能不能去用 我用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造成数据阶段 或数据的一个丢失 所以这是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 其从设计到人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叫接口 接口 那第二个东西 几个设计关注的 就是你有没有按照 相应的代料设计 是实现正确的能够调用 这个调用是我合理 调用的合理性 调用的合理性 这是什么意思 结合前面讲单元测试 我们在上头一章 就是上一章课程里面 我在这个课程当中 讲过两个小概念 一个叫做偶合 一个叫做内聚 OK 那么像我有个小问题 如果我要做单元测试 我主要检查偶合 还是检查内聚 已经检查是内聚 对吧 那么我们希望好了 一个设计原则是低还是高 一定是高 对吧 因为内聚程度越高 意味着一个模块内部元素的 指向性越单一 这样的话 它模块越简单 对吧 没有那么大作用 OK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如果我做集中测试的话 我检查就应该是另外一个偶合 偶合应该是越低越好 对吧 偶合越低越好 低偶合意味着模块之间的调用关系 比较简单 比较少 千万别出来特别复杂的 我们说我们在进行相对的盖样设计的时候 盖样设计的时候 千万别设计出那个超级模块出来 最怕就这个 很多做系统架构的人 他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做系统架构这是个大计 架构是这个大计 设计出一个所谓的超级模块 这模块就干什么都可以 上天入地 装火入海都行 这是最可怕的 别看上去貌似这样好 这个模块一旦出问题 对于整个程序要非常大 所以会有很有问题 所以尽可能把这个每个模块的工作 做单一一些 平庸一些 让大家一起发挥合力 是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做集成测试的时候 就要通过对干药设计 这个相应的阅读之后 产生对相应的模块 调用的合理性的检查 也就是要去检查 那个相应的偶合程度 偶合程度 那么如果把这个再说细一点的话 我们说一般来说 我们做干药设计是要设计什么 说一下干药设计的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 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 干药设计出来之后 会有个干药设计文档 那么照着刚才这个代表测试 我们知道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测试包 再讲 我们现在讲是什么呀 集成 对吧 所以它会产生成一个叫做 集成测试包 集成测试包 干药设计文档会产生 这个集成测试包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还得是我们自己去写 对于测试来说自己去写 没有人会过我们现成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参考的依据 是干药设计文档 它会生成这个集成测试包 对于测试包